本周要介绍的畅销书是获得博克莱双周畅销榜第40名 成品书店7日畅销榜华文创作类第二名 书名叫做《傀儡花》 Lady the Butterfly 作者陈耀昌 出版社印科文学生活杂志 出版日期2016年1月5号 内容简介如下 台湾首部史诗集大和剧斯卡罗原著小说《傀儡花》 岛屿DNA作者继《佛尔摩沙三足迹》 又一部台湾史小说例作 墾丁海岸曾是蝶鞋海岸 美国海军曾尝试登陆 但被斯卡罗族打败 美国领事曾与狼桥十八社总头目签署国际条约 1867年的这些史实牵动了台湾的命运 1867年发生于墾丁海边的罗妹号事件 是近代台湾史蝶翅的第一次拍动 拍出了1874年日本人的出兵台湾牡丹社事件 又接续拍出了1875年神宝珍的开山釜番 拍出了1885年台湾建审 更拍出了1895至1945 50年的日治时代 《傀儡花》重现了真实的时空 事件与人物 有史实依据 也有虚构成分 小说家借由想象和推理 在几个看似孤立的历史事件之间找到了链接 从而串接起当下与过往的情感纽带 小说描述发生在1867年台湾恒春半岛的故事 故事中的事件时有名闻 人物则有九成是确有其人 《傀儡花》指的是女主角潘蝶妹 为客家人父亲和家里番公主的混血女儿 但因传言而误 误读为傀儡番 才被称为傀儡花 故事从美国一艘罗妹号发生船难起始 船上十多人改成小船来到恒春半岛 遭生番误杀 引发美国和大清国之间的紧张关系 美国驻厦门公使李让里奉命前来调查此事 因为语言 风俗 和之前台湾原住民对西方人的戒递 使得双方剑拔弩张 眼看战火即将引爆 船间炮裂的美国大军 对上各自为政的台湾原住民 后者铁定难以抵挡 为了大局着想 斯卡罗族头目 酌其毒临危受命 扑起团结欲武和折冲尊俗的使命 不卑不亢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作者保读史料 融会贯通 虚实相杂 又顺理成章 让人仿佛清零现场 活在当年 看到那时台湾各方人马 包括辅老 客家 升番 熟番 混血土生仔 清国官僚 外国使节 传教士等等 彼此的算计 教人一读心经 再读心寒 三读心酸 作者简介 陈耀昌 陈耀昌是国内少见的台湾史小说家 其第一本小说 《破魔杀三足迹》 即入为文化部2012台湾文学奖 即入为2013台北国际书展书展大奖 2015年之岛屿DNA 发行后迅速成为畅销书 其中之文章在网路上造成轰动 目前并以医学教授而跨界担任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住校作家 内容试读 第一步 缘起 第一章 整夜的好大雨到了中午的时候 终于停止了 归载路 郭头目 八爷林自屋内探出头来 他发现 不但雨停了 连金色的阳光也钻出厚厚的云层 终于有个好天气的下午 八爷林好高兴 大雨方些 一定有大动物要出来觅食 他聚集了七八名部落里的壮丁 计划往部落后山的溪谷去 他希望能打到一些山珠或山羊 最好能列到梅花路 他伸了一个懒腰 猛吸一口雨后的空气 雨虽然停了 风却依然不小 海面吹过来的风带来咸咸的海水味 八爷林不经意地往山下海岸一瞥 不觉睁大眼睛 大叫一声 众人也都随着他的目光望去 在山下的海岸上 隐约可以看到两艘船只即将登岸 而船上移动的人影 白色衣服在艳阳下特别耀眼 敌人入侵 八爷林心中再无疑问 他连发五次的灰面鸳叫声 这是龟载鹿头目 召集族人的讯号 一会儿有将近二十名勇士 带了配刀 镖枪 弓箭 火神枪 纷纷到来 因为情况特殊 有三位女性也来了 八爷林把手一挥 大家往山下飞奔而去 从部落里到山下 是一片茂密相思木林 近海之处则是林头树林 岸上人影越来越明显 几位穿着有些怪异的 竟是金法或红法 大家几乎同时想起 祖先口述传下来的往事 很久很久以前 他们的部落曾经有红毛入侵 红毛的火枪很厉害 可以在远距离杀人 只来了不到二十个红毛 就几乎把部落里 近百人杀光 只剩下五人侥幸藏匿不死 等红毛走了 他们才又走出来重建家园 好多年过去了 归载路好不容易恢复旧关 但永远记得这血海深仇 八爷林注视着岸边那十几个人影 确定他们是红毛无物 顿时胸中热血沸腾 没想到那么久了 红毛再度入侵 幸而祖林保佑 让他们及早发现 祖林在上 保佑我们捍卫归载路 不能让红毛再来肆虐 八爷林的手心在流汗 八爷林等二十多人来到了山下 他们不敢大意 先隐身在林墓之后观察 那十多个外人 至少有三四位很清楚是红毛 但其他人则为黑发 穿着也不太一样 他们似乎非常疲惫 或坐或躺 起身走路时步伐则有些拖曳缓慢 有些人把衣服脱了 露出红毛茸茸的胸膛 红毛可憎又可怕 跟红毛一伙的当然都是敌人 八爷林呼啸一声 用火神枪射出第一弹 其他族人也随着呼啸 随着开枪 射箭或直出标枪 海岸上的外人 有两名倒下了 其他人也尖叫四散 奔向海边淋头从 他们也许太累了 跑得相当慢 八爷林很快就追上了一位 穿着水手服的瘦膏红毛 这个红毛足足比他高上两个头 八爷林一跃把红毛撞倒 他想深情这位红毛 手伸向前 抓住红毛的衣巾 没想到这位红毛反应其快 抓住八爷林的手很力一咬 八爷林痛得大叫 旁边两位兄弟 急急过来相助 共同把红毛押住 红毛发出哀嚎 声音竟然有些像女人 八爷林还来不及阻止 弟兄已经迅速拔出佩刀 割下红毛的头 这时四周也相继传出惨叫声 显然入侵者都已经被制服了 八爷林把红毛的尸体翻了过来 这红毛穿着水手衣裤 但却挂着一串相有闪亮珠子的漂亮项链 那个下手续手的弟兄 把头颅一提 下巴无须 而长发溢了下来 三人恶然不语 本来纹手的兴奋感觉突然降到冰冷 原来这穿着男人水手服的红毛 竟是女人 而部落里的传统是不杀女人的 因为杀女人称不上勇士 巫师说杀女人是会被诅咒的 八一林觉得几股发凉 那个弟兄吓得把头颅丢在海滩上 但面对着其他同族人的高声欢呼 他们三人也只好强颜欢笑 他们决定回去后尽快请部落里 巫师做仪式 祭告祖林 看在杀退红毛的功劳上 请祖林原谅他们 互杀了女人 八一林率领弟兄 拎了几颗红毛及黑发头颅 迅速回到山上 那女性红毛头颅 则丢弃在海滩 大地恢复沉静 阵阵海浪拍案 冲着礁石 尾音拉高 有肉碗割 沙滩上血迹斑斑 扇板 尸体 衣物 以及两骚空扇板 一片狼藉 夕阳沉入海面 似乎不忍看到这处惨剧 月光洒满一地 中夜 竟有一个人影 自一片临头树丛之中 栩栩爬出 全身哆嗦着 坐在地上 凉久 凉久 终于 人影站了起来 举举而行 消失在月光下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傀儡花》 Lady the Butterfly 作者陈耀昌 出版社 印科文学生活杂志 出版日期 2016年1月5号 作者陈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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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